你是驚奇多或少人 不知道 不知道 你們會不會知道 我也不會知道 怎樣才算是多或少的period 會漏出來的 就是多 你是屬於多還是少人 正常 會不會影響你的生活 有一點 可能你溫暈輸 你都要無緣無故 你要去洗手間 你感覺到又要換 我們去行為何月經多 主要是如果月經每個週期 多過80ml 那就屬於多了 60年代有幾位研究人員 進行女性經量調查 他們將女性用過的衛生根 逐快清 得出女性經血流量 超過80毫升 就算是過多的結果 具體一點 可以用表來計算 經期期間 記錄每日用了多少片衛生根 目測衛生根上面的血量 將總分加起來 100分就相當於80毫升 去決定是否多月少 有時都不只是靠這個數字去計算 都會去用 譬如說它影不影響你的生活 除此之外就是真的貧血 輕則就令你有少少 例如暈 有少少心跳加速 呼血困難 有些人休克都有可能的嚴重 極度之貧血的話 真的可以影響生命 是真的可以死得人 已經沒有問題 但一抽血 血色數只剩7 正常是12 11.12 女性經量過多 十分普遍 40歲以上的女士 較容易荷爾蒙失調 問題更加常見 醫生會為病人先做檢查 排除子宮蝕肉 肌瘤等問題 如果是荷爾蒙失調 可以複食荷爾蒙 或者黃體同藥物 或者做手術 多過35天才來一次經期 其實叫做少 但也不算一個很大的問題 主要是人們很長時間不離京 例如三至六個月都不離京 我們會更加擔心 簡單而言 月經少就是經期次數少 而不是流量少 患者沒有特定年齡 太肥、太瘦 或者運動量大的人 風險會比較高 據了解 患者可能會有土象 或者全身不適的感覺 由於排卵的次數少 所以都會影響生育 除此之外 患者肝胸內膜癌的風險 也會增加 至於治療方法 醫生一般會建議 注射排經針 或者處方排經藥 其他原因 譬如甲狀腺的問題 我們叫做趨乳素 或者腦下垂體素的量 如果高的 可能要食藥去壓低它 好 有心人 幫學生 撐足一年看蘋果 請職行動